我们能等 望月楼那边是不能等的 你别忘了明天一早 我们就得凑够六百关交给他 不然人家就不卖给我们了 这就签了 可咱现在手里的钱 不还差挺多吗 放心 有钱翻载 这点钱不上问题 万一你见不着他 那不白跑一趟 行了 回家吧 赵娘子 是我 你认识我 我有事照顾世尊 能麻烦帮着通报一声吗 不是我为难你 世尊陪北边的使臣 去梁园一带狩猎纳梁了 这几日 怕是回不来 什么 陈连 陈都头呢 我也好几日没见着他了 他也出京办事了 你是有什么急事吗 写说说说不定我能帮你什么忙 不用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多谢 你先别急 既是如此 梁园一带还没有飞鸽 我这就拆飞马报信 一两日之内 应该能把你找使尊的消息告诉他 多谢 对 怎么会这样呢 顾千帆到底搞什么鬼啊 他 他该不会是突然反悔了 就故意不见你吧 绝对不会的 千帆一定是有功务在身 实在是抽不出空来 不然他一直这么支持我开酒楼 没有理由突然反悔啊 我同意 要不然干吗要送那二百万过来啊 要真反悔了 就敢一分都不给才对 没错 所以我们再等等 他手下也是这么说的 说过几日 他一定就能 把咱们需要的钱给送来 我们能等 望月楼那边是不能等的 你别忘了明天一早 我们就得凑够六百万交给他 不然人家就不卖给我们了 都这个时辰了 上哪儿找钱去 我还有一些字画 茶坊的地契也可以抵押 我现在就去找一家当铺 凑点钱出来 你等等 别走 那是咱们最后点本钱了 要是再出一点什么差池 我们半点退路都没有了 可是如果咱们不去当铺 咱们就守着这个 没有隐章和琵琶的茶坊 生意肯定是越来越差 当时 咱们当掉所有的家当 决定留在东京的时候 不也没想退路 抵押地期是很冒险 可是做生意 本来就是一难而上的 而且我也愿意相信前凡 因为她总是一诺前进 上一次她都伤成那样了 还是愿意不顾一切来看我 为的就是不让我担心 所以我真的相信 她这一次一定是遇到了 什么天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要凑够了这六百块 再等她的银子过来赎档 这笔买卖还是一定能做成 这笔买卖还是一定能做成